安卓省電技巧大公開 透過12招立即改善安卓耗電問題 提供12招優化調整 安卓系統功能 可改善安卓耗電問題 自行評估是否需要完全關閉或開啟 我今天要傳授給大家最完善的操作方向 更能減少設備耗電問題 Siri小小的貼心提醒 還沒訂閱的朋友 請到影片右下角按下訂閱 Siri會很感謝你的 大家準備好手機嘛 我們準備開始囉 朝十一 調低螢幕亮度及時間 傳統的LCD螢幕背光是非常耗電的部分 只要長時間使用手機後 在倒電池設定選項裡面 一定可以發現螢幕顯示的耗電一定存在電池消耗的地位 是耗電的一大元兇 但是使用手機就一定要開啟螢幕 這是無法避免的部分 我們能夠改善的地方就是減少非使用旗艦的螢幕顯示時間 第一步就是調整手機自動休眠時間 讓手機在不使用時自動把螢幕關閉 基本上使用30秒至1分鐘大多不會影響使用的狀況 但如果使用超過5分鐘甚至使用30分鐘的選項 則可能在忘記關螢幕的狀況下 多顯示很多時間的螢幕畫面 消耗過多的電力 不用擔心把亮度調低就會看不清楚 大部分的Android手機螢幕看起來還是很清晰 有些人甚至覺得螢幕掉暗一點 看起文字來眼睛更舒服 又可以節省很多電 近兩年新手機 採用LED螢幕 則要使用深色模式 可以節省電力5-10% 朝十二 關閉定位追蹤 像是天氣、地圖、相機等很多App 會使用GPS追蹤使用者的所在地點 定位過程耗電量高 可以將定位調整位透過4G與WiFi定位 既能獲得基本的定位服務 也比較省電 也可以選擇關閉GPS的追蹤功能 等到需要時再開 或設定在使用App的時候才開啟 節省耗電量 朝十三 關閉WiFi 藍牙 GPS 3G或4G連線 沒用到網路的時候關了把 大部分手機幾乎都內建了關閉以上功能的小工具 有的手機甚至在桌面就有下拉選單 讓我們不需要每次都到設定選項裡開開關關的 如果你的手機沒有內建此類小工具的話 也可以下載此類網路功能切換小工具 或者我們也可以利用管理3G網路的App 例如Jails Defend Beta進行設定 一旦手機螢幕關閉 這也代表你當下並未使用手機 就關閉3G網路 朝十四 關閉訊息通知 現在常用的Facebook Instagram Twitter等社群軟體 在有新的動態消息或訊息時 都會出現訊息通知 這些通知的耗電量也較高 因此如果沒有要短時間內馬上接受訊息 把通知關閉能夠更加省電 招式5關閉帳戶同步處理功能 帳戶同步處理功能是一項將你的行事力 聯絡人 Gmail信件和照片等資料 同步到你其他行動裝置和電腦的功能 如果你不是實時需要同步照片等資料 或甚至不太使用行事力和Gmail 那麼就可以關閉帳戶同步功能 除了省電之外 同時也可以節省網路流量 方法是 設定帳戶與同步處理 裡面會列出所有具有你手機裡具有同步功能的APP 選擇你不需要同步的 點選它 把狀態改成以關閉同步處理功能就行了 招式6關閉自動更新應用程式功能 手機的這項功能會自動下載與更新軟體 過程中一樣會消耗大量電力 因此可以關閉自動更新應用程式功能 或選擇透過WiFi自動更新應用程式 或是直接關機最省電 招式7 找出最耗電的APP要省電就必須對症下藥 第一不當然是先找出耗電量最高的應用程式 點選手機的設定來查看每個APP耗電量 若有些APP不常用但耗電量高 就可以考慮將它們解除安裝 大家若使用華碩的ZenFone系列手機 應該都會有一個華碩自家的APP管理程式智能管家 這個APP可以幫助手機的APP管理 防止任何APP在我們不知曉的情況下 自己在背後打開 造成手機而外的耗電 是一個非常實用的小工具 在智能管家、電力達人、自啟動管理的選項中 可以設定不論是預載的APP還是我們下載的APP 都可以選擇禁止自啟動的選項 以我的習慣就是將全部的APP全部禁止自啟動 其實不太會影響手機的使用狀況 也避免設計不良的APP突然打開造成耗電 招式八將主畫面上不常使用低的小工具移除 手機主畫面上往往會放置各種小工具 像是天氣、新聞、社交網站資訊等 這些會隨時更新的小工具 因為需要不斷利用APP連接網站 過程中勢必不斷消耗電量 有些不需要持續關注的小工具 就可以移除 招式九 減少使用特殊功能 由於現在手機功能越趨於飽和 開始玩不出什麼新奇的花樣了 因此一些像是吉牙膏般的功能 開始從各家手機廠牌中推出 例如可以在螢幕關閉的情況下 點擊螢幕的雙擊喚醒 只要拿起手機就可以把螢幕點亮的抬起喚醒 或是使用Always On的休眠顯示 其實都是在螢幕休眠的情況下 犧牲一點點的電池續航力而達到的絢麗功能 這些額外的功能有些具有它的實用性 有些雖然很酷也很好用 但是實際上場的機會可能不高 可以試著觀察自己的平常使用手機的習慣狀況 舉例還說 若使用ZenFone時打開ZenMotion的雙點擊喚醒螢幕功能 可以觀察自己大約一天使用了多少次雙點擊螢幕喚醒 假設一整天下來根本沒用到 或是使用次數僅一至二次 看起來效益並不是很大 那其實大可以不要開啟這個功能 朝時時禁止應用程式背景活動 在網路上有許多號稱可以減少電力消耗的能源管理APP 或是號稱可以提高效能的應用程式 也許有人會發現它們可能嚴過其實 或是根本沒效果 裝起來有可能讓手機更耗電又佔據許多記憶體空間 此外 最可怕的莫過於這些來路不明的APP 還有可能加藏不好的惡意行為來竊取個人資訊或是隱私內容 對使用者來說沒有官方保證的APP其實都是很危險的 其實在省電上的努力Google Android也沒有視而不見 新的Android版本開始 在系統的電池選項可以針對每個應用程程式限制背景執行的耗電行為 這項功能是在作業系統裡面原生的新功能 不用特別下載安裝 也沒有使用限制 只要打開設定中的電池管理就可以找到它的設定位置 也可以從每一個APP的應用程式資訊中找到設定選項 招式11 室內多使用Wi-Fi連線 室內使用Wi-Fi交與省電應該是一個很普遍為人所知的方式 不過有時候因為進出室內外頻繁 在戶外理所當然的4G行動網路的訊號品質會有與Wi-Fi訊號 但如果這時回到有Wi-Fi環境中還繼續使用行動網路模式 則長時間下來就會消耗比較多的電力 招式12 選擇在收訊良好的地方使用網路及打電話 使用網路以及打電話也同樣是分號電 因為手機需要接收基地台的訊號 傳送訊號回到基地台 一旦手機與基地台間的收訊不良 就需要增加跟基地台溝通的頻率 連帶也會增加耗電量 感謝大大們的收看 如果覺得影片不錯的話 請到右下角按個讚 我們下次見